大家知道,我们做人学佛,很多人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,又有很多人很想到四圣道去,很多人在学菩萨。 世为明者,要知道,孝帝,忠信,礼仪,廉耻,都是很重要的,如果一个人连父母亲都不孝顺的人,台长在这里告诉他,你再怎么求西方极乐世界,或者求四圣道,你是上不了天的。 因为一个人,如果连父母都不孝顺,连对自己的亲人都不爱的人,这个人是属于没有慈心。 没有慈心的话,这个人在世界上,也就有百分之九十九,他没有这个意识,也就是说,他没有崇尚学佛人的意识,所以他就学不好佛。 所以,好人,坏人,其实都是被父母亲养大的,坏人也是因为你父母亲不教,好人也是因为你父母亲的教养,所以很多人不懂,以为坏人天生就是一个坏人。 实际上,父母亲不孝顺人,孩子不好,父母亲都有责任,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,大家都会说他的父母亲没有教养,这就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 所以,我们不管碰到谁,我们都要言笑,也就是说,要经常讲讲孝道,我们遇到朋友,我们要跟他们多讲讲友爱。 我们如果碰到兄弟姐妹,我们要言公,也就是说,复合复顺,我们碰到了任何的主谱也好,是领导和你的下属关系也好, 我们要说,我们要尽个人。 我们要尽个人的职责和本分,这个视为善人。 也就是说,我们又要跟人家说,又要教育人家,又不能自己发脾气,我们从小就要有比性柔和。 我们纵然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,我们也不生气。 我们一生从小要学会养成碰到不如意的事情,我们不生气,因为一生你将碰到的不如意的事情将不知道有多少。 所以从小就要养成,我们碰到不开心,我们不生气。 我们时间长了,习惯了,以为自己的诚信了,不但自己有无穷的好处,因为我们都能克服了,碰到不顺意的事情,我们也笑笑能过去。 而且呢,这些好处呢,还能使得你家庭和睦。 大家想一想,是不是这样? 同样家里三个人,如果一个人脾气很暴,如果两个人脾气很好,你们说说看,是脾气很暴的人划得来呢? 还是两个脾气不暴的人划得来呢?那就是很简单的道理。 因为一个人,暴的人,他一定身体不好,他一定过不了每一个不如意的事情。 他碰到事情,他就会发脾气,他的瘦也一短啊。 而同样,另外两个,如果碰到什么事情都不生气,因为他们从小碰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都不生气,他们已经养成了习惯了。 所以,他们没有感觉到这些不如意的事情会给自己造成伤害,所以他们不会伤害到自己。 这就叫道理。 这就叫道理。 所以,大家要明白,很多的儿女,因为你很懂得谦让,很懂得不要生气,所以很多儿女就没有夭折死亡。 很多人性情嫌善,实际上对国家,对人民都有很大的好处。 而且,很多气量大的男人,女人,他的孩子就会活得很长。 很多气量很小的男人,很多气量很小的男人,女人,他生的孩子,很多都是多病的,而且是多死的。 嗯,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这一切的道理。 。 所以,一个人气量者大,我们说,长生欢喜啊。 一个人气量小,长生烦恼啊。 。 所以,气量大的人,生出的孩子,瘦也长,气量也大。 气量小的人,生出的孩子,气量小,瘦也短啊。 。 所以,希望大家要明白,小气的人,虽不会马上死去,但是他会生病啊。 因为他难过啊,他烦恼啊,他想不通啊。 所以,台长告诉大家,我们需要有光明星,来照亮自己的心。 如果我们经常能够看见太阳,看见这个海,我们经常要想到这个宇宙,这个人间,经常关心一下国际大事。 但是,我们的心会越来越宽广。 台长认识一个有志者,这个人很有智慧。 当他烦恼的时候,他就看看报纸。 因为这张报纸上,现在拿起来,全部都是那些苦难众生的一些灾难。 这个地方被人家杀了,那个地方被人家骗了。 那个地方地震了,那个地方水灾了,那个地方旱灾了。 全世界的那些灾难,让他看到心里之后,他的心胸才会宽大。 他想象一下,我这点算什么呢? 你看看人家受了这么大的痛苦。 看看有多少人还饿死,多少人被人家骗,多少人被人家欺负。 想想想人家在想想自己,我是多么的幸运啊。 我今天能够活在人间,我是多么的幸运啊。 我今天无病无灾,我是多么的满足啊。 我今天能认读观世音菩萨,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。 而看看那些非洲的小孩子,古兽如财,然后苍蝇满身的在飞,在钉他们。 想想他们的卫生,想想他们的水,想想他们的吃。 我们还能有什么灾,还有什么灾,灾难跟他们能比吗? 我们是一群幸运者,我们是一群已经得到菩萨救度的众生啊。 只有我们好好地修行,我们才会真正地明白这些道理。